謝 中 中 謝 孟還潮回到了夢想家的懷抱 也打出了他過去 去年球季他就沒有辦法在球場上征戰 裡面去面對到阿極 其實在整個對位上面也是一個滿好看的重點 包夾過來 張宗憲 再潛入得分 這個是大Open 你就要行程不位 對 所以其實碰碰讓他一個人頂 他看這麼多年打球的人信心強 他會比較瞭解這些本土球員 是 張宗憲一個中距離跳投 上面很強硬 他連換都不能給他換的機會 宗憲想要再投一個也掌握住了 他領得了5分 這個賽季 後來在球季結束被Thank you Oh Jab 將中線 and one 碰碰結果比較冤枉 好 對 米勒這一邊的low pose 米勒剛剛傳球發生失誤 剪號頭投進但是踩到了邊線 在這一邊教練也交代 他過頭掉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球隊會覺得比較辛苦 宗憲 哇 直接切了 今天看到 好 來看看宗憲 在上半場 哇 這個投籃命中率百分百 拿下了雙位數的十二分 宗憲在兩分線的出手 四中四 會造成台欣這一邊滿大的困擾 其實台欣在整個上半場的防守端的話 底線球直接送給剪號 Catch and shoot for three 很清楚 那你用要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想到我 那有比較多的球員朋友覺得 為什麼 就很開心就是在這邊打球 然後就是教練跟隊友就是很相信我 然後就很享受在這邊打球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球隊相對來說 就是天分比較高 然後很有凝聚力 然後算說是開季二連勝 但是球界很長 希望我們可以堅持到最後 誒 富邦的天分不高嗎 富邦 富邦應該說那個時候 很多都是年紀比較大的學長 但我在這邊已經是排第二老了 是 我這邊已經是大學長了 是 我覺得 之前在富邦的時候看阿吉 就是沒有那麼印象深刻 但到了富邦家才發現 就是他的潛力非常的 非常的無窮 然後希望他可以繼續進步 然後不要停下來 OK